从七十年代 华语流行音乐萌芽开始 华语乐坛已经走过了 近四十年的漫长岁月 在这四十年里 我们看到华语音乐流派 从流行音乐一枝独秀 到摇滚 爵士民谣等等 百家争鸣 在这不近四十年的 音乐编年史中 前二十年 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有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 用他们的才华和倔强 震撼发声 我们从中选择了一位 极具代表性的人物 中国摇滚第一女生 罗奇 而后二十年的新生代歌手们 用出声牛读不怕虎的气势 为华语乐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其中有一个组合 极具代表性 他们就是 南征 北战 今天我们的维录音乐会 与以往不同 我们将两组具有代表性的嘉宾 同时请到了现场 举办一场特殊的音乐会 他们究竟会有怎样的交流与碰撞呢 让我们一起来 拭目以待 宋承妮可以啊 又是一桌好吃的 这次的嘉宾是华语乐坛 特别传奇的一位歌手 所以我想让她能感受到 咱们成都感受到 维录音乐会的热情 我非常非常兴奋 今天终于能跟她一块吃顿饭了 真的是有一点小小的情侦 哈喽 欢迎 和其 好吧 你好 我是四川卫视主持人宋承妮 你好 欢迎你 来来来 谢谢 中国摇滚乐第一女歌手 欢迎你 谢谢 来我们要不先 尝尝怎么样 罗七姐刚刚从德国回来 这个在德国应该吃不到很正宗的 虽然也有川菜馆 这个是酸菜豆花 她真的很认真 没样子 尝一下 这个盖着的这个 我还不知道里边是什么 这个就神秘了 因为我知道罗七老师之前来过成都 但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 就是你没有吃到这道菜 我知道了 干鞭扇鱼 没错 这个 哇 这个应该很好吃 我好多年没吃干鞭扇鱼了 有一个问题其实一直挺感兴趣的 就是在80年代末 90年代初 那个时候其实涌现了很多优秀的歌手 但是女歌手一般都会去唱一些邓丽君的歌 你是为什么会喜欢摇滚乐 怎么接触到的 怎么上的这条船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跟自己的性格有关系吧 摇滚乐呢 能够更多地找到我自己最快乐的那一面 就是最自我的那一面 对 她这句说得很好 人跟音乐是匹配的 比如宋晨喜欢的音乐就是很小清新的 对吧 我就是那种 闷到的那种 所以罗奇你的这个踏上摇滚之路的道路是怎么样的 其实就是机缘巧合吧 十五岁的时候 十五岁 第一次听到《恩教委》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音乐 然后我就问 What's that This is rock 然后我说在中国有吗 他说只有北京才有 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存钱 存了一年的钱就自己去北京了 十五岁的时候 对 我觉得我特别幸运 我就直接去老崔的演出 我叫马克西姆 马克西姆 对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在那我就问 你知道谁是他的经纪人吗 他就说那边站的那个戴着墨镜那个 叫王小金我就去了 我一见马里之后 对对对 我就自己介绍自己 我说你好 我是来自南方的唱歌的 我叫罗奇 你有兴趣先让我唱歌吗 他就这样 你明天下午两点来外交 人家在这家找我 我好喜欢这种心 所以第二天就去了 我就去了 他就请了圈类的很多的大腕吧 就等着我去听我唱歌 唱的时候什么 小小鸟 真的 对 打动了他们 对 他问我唱什么调 我说F调 然后他在轻上把握一下 你确定吗 因为最高一道嗨记 很高很高 其实华语乐团经历了一个 非常辉煌的元朝音乐 特别是摇滚乐的一个 黄金年代 崔剑 黑豹乐队 指南针 抹炎三杰 太多太多 在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好作品 到今天都还是代表中国摇滚乐 我们把那九十年代称为是 滚圈的黄金十年 是的 我们那时候 就是在北京玩摇滚乐的外地人 我们叫死磕队 死磕队 对 背着一个包 包里面有毛巾和牙刷和牙膏 每天在不同的朋友家睡觉 这叫死磕 然后蹭饭 对 那个时候其实学吉他 那个时候都没有太多老师教 没有 创作也是要靠自己去磨 对 所以你们之间应该有这种 我们圈里说实话 像欧哥 丁武这些 吉他非常优秀的 跟我一样 都不是五线谱 简谱都不是 都是靠自己尬琴 对 都不知道怎么练出来的 然后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讲学琴 然后我就拜定武为师 然后呢 我就住他家 然后他说我现在出门 我大概过七个小时回来 你练基本功不许停 我就跑了 那个年代的这么多的优秀的摇滚艺术家 还有这些圈内的一些朋友 对于你来讲影响你最大的 或者你最感激的是谁 张统才会让你成熟 快乐其实不会让你长大 对于你来讲 影响你最大的或者你最感激的是谁 张统 为什么是他 因为第一次我们跟唐朝乐队一块演出的时候 我那时候翻唱老崔的歌 听完我唱歌之后 他说你非常适合唱Hot Rock 然后回到北京 他就给了我一堆Hot Rock的那个CD 还有磁带 所以我觉得他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吧 嗯 安忍 所以其实感谢张统 他教我了很多 找到了属于你自己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是的 从出道到这一刻 其实我觉得这样一个名号 听起来很重的 中国摇滚乐第一女歌手 人生就是这样 你有得就会有失 那是肯定的 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 我觉得人生谈不上什么遗憾吧 我觉得那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它就是我的人生 它就是我的一切 即使是错的选择 即使是迷茫 其实经过很多年以后再回看 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 嗯 因为我觉得其实 伤痛才会让你成熟 快乐其实不会让你长大 是的 唯一金句诞生 记住了 后来也结了婚 现在有小宝宝了 宝宝应该是14年吧 应该是 宝宝现在是什么状况 超级好 应该是 costs 比较淘气比较皮的时候吧 精力旺盛 那我都自然不服 喝不完 有没有一点觉得陪他的时间不够 因为其实你的工作也不少 你对于音乐和生活 应该有些不同的看法了吧 嗯 对 现在我可能会在时间上 会做一些安排啊这样 重心可能放在更多的是孩子的身上 对 你的人生是非常有意思的 你觉得你人生的经历 赋予了你音乐什么吗 其实你能够记住的经历 基本上都是一些 比较伤痛的回忆 那这些就会带给 我的声音里面更多的颜色 可以说是同一首歌 你在18岁唱 28岁唱和38岁唱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的梅龙乐会 有一个环节叫做 重返18岁 会不会有一首歌曲 你想到它 就想到你18岁时候的故事 或者它代表了你的青春 有啊 《勤走人行道》嘛 《勤走人行道》 为什么是这首歌 那是我录的第一首摇滚歌曲 当时收录在北京摇滚里面 金歌制作的 那我们就一起回到那个时候 好 再回到18岁的 寻找当时的勇气 好 《勤走人行道》 谢谢 《勤走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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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呼喊 我要奔跑 跳出你的束缚 《勤走徒不着》 很大 无数奥妙 不知 你的那一套 寻找 我要奔跑 冲击那自我天地 什么事我都要做到 长大的我先被剪刀 我们自己的一套 寻找一起燃烧 舞台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不管它有多大它有多小 音乐它把我带入了一个世界 我在那个世界里面 很多很多不同的情感 能够在那一刻找到体会到 对 哇 好棒啊 真的好震撼啊 你的现场感觉 谢谢 我觉得听了这么好听的音乐 我的心中有一种温暖 这个温暖就来自 说到乐团的前辈 我觉得你是实至名归 现在的歌手很多 你有没有喜欢的年轻的歌手 或者乐队 南征北战 南征北战 对对对对 我有听我的天空 对对对 我的天空 还有反光剑也不错 反光剑 对 所以你听的还是一些比较有 独创性的 有独立精神的一些音乐人的歌曲 对对对 是 我们这次的维龙乐会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想法 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一期的维龙乐会 如果你同意的话 我们找一些新的音乐人 你把你对音乐的看法 对人生的看法 对那个年代 你觉得应该再传承下去的一些东西 再交给他们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我觉得那不如给我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吧 我们接下来就去找一组 OK 好啊 谢谢 好好好 来来来 我们再吃两口 再吃两口 因为罗琪姐提到了南征北战 我们忽然有这样一个大胆的构思 辛劳两代的音乐人 做一场特别的维龙乐会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这将是最特别的一场维龙乐会 今天的嘉宾特别喜欢吃海鲜 给他们准备了这个海鲜大咖 我觉得这次辛苦你了 又准备了一桌 对啊 这是维龙乐会第一次有两组嘉宾 我觉得配上这个海鲜 配上我们的五粮人家 点滴接温暖 一定是非常棒的 我现在能吃一个吗 哇 欢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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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哥 你好 来 请坐 南尊北战 真的 你好 来来来 坐坐坐 哇 怎么样 今天这个 正好特别的饥饿 我看到这个天阳的眼睛都快掉起来了 要不然先动一下吧 天阳哥最爱吃 一定是他最爱吃 来来来 我们尝一下 来 我们先尝一下吧 来来来 我还以为是摆设 是假的 对不起 没有 我们没有那么偷 我确实很喜欢你们的歌 特别巧的是我最近在学吉他 然后我学的第一首曲子 就是你们的《我的天空》 我要试一下 你要不要试一下 好试吧 远唐来了 来 展示一下 在无尽的黑夜 在无尽的黑夜 我的心快要毁灭 至少我还有梦 就会看到彩虹 在我的天空 掌声鼓励一下 掌声鼓励一下 你是应该算是他们的粉丝了 对他们也很了解 他们很多网上视频都看了 第一次见到他们三个有什么感觉 我之前一直以为 霓诚哥的这个黑是画出来的 但是没有想到是真的是黑 是怎么认识的 三个是 他是在网络吧 你们是网友 对 我有网络 我们在交易网站都只能找女朋友 我也是找女朋友 他假装成女生跟你聊天是吗 我实在惹不了了 完全惹不了了 那个时候有很多论坛 然后都是喜欢音乐的小伙伴 然后把自己做的音乐 网上发 龙哥就是在论坛里骂我的那个 真的 他骂了你 你们俩怎么可能最会成为朋友的 其实当时我也想找一些 志同道合的什么 然后他在里面大喊大叫 那种唱法 然后觉得这个蛮有意思 我要去私信他一下 然后见面之后 就一起做做音乐 就这样 那霓诚是怎么加入进去的 你也是在网站上 也是网站 真的 没有 他是通过我的网友 对 然后我在我的网友的Q空间 发现一个很黑的东西 在里面靠近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 然后我就让他发一下他的歌给我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南征北战 这个名字其实 其实也跟我们籍贯有关系 我们都来自你看天南地 五湖四海 天南海 对 所以那就想一个 跟南北有关的东西 又不能是南水北调 所以想个酷一点的 那就南征北战了 对 而且这个特别的有意义 就是你为了梦想 值得去 拼搏 南征北战 去拼搏 去追他 开活自己的一片 开活自己 对 所以觉得这个色字特别好 然后就这么决定了 对 所以你们三个最后就一拍即合 决定要去做音乐了 没有 那个时候我还在念书 然后他们已经在北京了 你是从09年开始往北京跑吧 坐着那个绿皮车一宿一宿的 08年 08年 两天两夜 从云南坐绿皮火车 坐到北京 对 来北京找我们两个 去学一学音乐的理念 就像你一层 他刚来到北京的时候 他是继承在一个 王住的餐厅 过来打工 在餐厅里打工 大学毕业假期就来 然后就 就以这个时间能够待在北京 跟他们在一起 然后就找个地方 因为要决定生存问题 然后他就来我这儿住 住沙发 对 所以在最困难的时候 你是住在他们家的 对 别吃他的 吃还真不是 吃是什么呢 吴仪诚不是在饭店工作吗 带东西回来去 他认识很多厨师 然后人都特别好 然后来我这个饭店 我让他单独给你做点东西吃 就这样 可能会会省餐费 我觉得你们不但是在音乐上 是有机的结合 生活上都是他有住的地儿 你有吃的 我相信你们从成立到现在 遇到过很多的困难 坎坷 好像因为他的这个肤测关系 和这个性格关系 其实还有很多人想把他给挖走 那个时候就电视开始有 各种选秀的节目 也有很多选秀的歌手 都从那里就出来了 节目给他发了邀请 他真的很适合去参加选秀 对 但是也就只要他录 就不要你们俩是吗 我们俩太丑了 没有 你当时为什么不去参加选秀 他其实他去了 他已经到了那个试音到月 要播出的阶段 他过了电视的很多就是背后的筛选 然后到已经要录制要播的时候 给他下了一份合同 其实我说一句实话 当初找合约要谈的时候 人家就跟你说 那你必须得一个人出来 就这么说 你当时 我肯定不想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没有情谊 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很简单 哪怕我们不一定要赚多少钱 但是不要去违背别人 去害别人 不要在背后去说别人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原则 对 但是作为我们 我们一句话没说 因为我们就想看你妮宸怎么做 最后他选择没有签 但是所以那节目也没有播 也没有录 对 我觉得为这份情谊 鼓掌 现在给你鼓掌 鼓掌 此时此刻这种兄弟的温情 让我想到了一个产品 五粮人家 五粮人家 点滴皆温暖 真的是这样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的友情就像酒一样 越醇越香 你们三位 我相信每个人也是多才多艺的 对 有没有什么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玩一下的 其实我自己的爱好 我都知道 就是这个了 打篮球 特别喜欢 打篮球 对 杰哥爱打吗 不爱打 不爱打 没关系 我可以教你 我教杰哥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转球呗 好 就是可以把球转到自己手上 然后放在这边 对 可以一直拍 我可以放在你的手上 你伸出来就可以 我要保护我的海鲜 真的要保护好 好 小心的手指 来 宋陈你来试一下 快点 真的 你传给他试一下 对 我试一下 来 可能保护大海鲜吧 保护海鲜 成功了 那我们龙哥呢 龙哥呢 我记得原来龙哥会打点beatbox 龙哥你觉得方便吗 还是学狗叫吧 学狗叫 来 从可爱的 可以 小的可爱的 狗发怒 有没有那种大狗的声音 我学狗刚好听起来 其实我最上场是鸡叫 鸡叫 我们每个人都试一下 好 来 鸡杰哥先开始 鸡叫 我觉得应该先开始 学母鸡好了 你母鸡 母鸡是我最合适的一款 好 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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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像哦 我的天啊 是是是 天阳 你这个压轴的才艺真的 我 我以为会已经混过去 不可能 我就记得很清楚好吗 像了解我的人可能知道 呃 我原来 有有跳过舞 哦 真的 对对对 来 这这这 来我们给他加油打气 来 小心后面的海鲜啊 有点 好 然后把这个给锁住 哈哈哈哈 然后把这个给锁住 然后把这个给锁住 哈哈哈哈 差不多了 哇 很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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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们在后面都没看见 哈哈哈 说了这么多年轻时候的事 让我想到了 我们围轮乐会的一个 重要的环节 就是重返18岁 有没有一首歌能够代表 你们的青春 你们的18岁 那就用我们的 《魔难之中》 我们做成的那首歌曲 《我的天空》来代表 我们的情深 来 我们一起进入 重返18岁 放后一瓶魏动力 给你的肠胃做做操 再见我的爱 I want to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 再见我的眼泪 跌倒和失败 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 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 再见我的懦弱不再哭喊 I want a say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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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未来 hello hello 在无尽的黑夜 所有都快要毁灭 至少我还有梦 也为你而感动 也为你而感动 原来黎明的七点 就在我的心里面 只要我还有梦 就会看到彩虹 就会看到彩虹 在我的天空 awww yeah 窗戈和离别不过是生命中的点缀 过了多年我才读懂了家人的眼泪 发觉原来自己没有说再见的勇气 离别的伤感感染了漫长的空气 外面的世界散发着强大的磁场 诱惑着每一双即将张开的翅膀 热恋的火在懵懂中凶猛的燃烧 美丽的火花在恋人的周围环绕 是谁在为我等待 在那神秘的未来 找到属于我的爱 是谁在为我等待 在那神秘的未来 找到属于我的爱 在无尽的黑夜 所有的困要毁灭 至少我还有梦 也为你而感动 原来黎明的七点 就在我的心里面 只要我还有梦 就会看到彩虹 在我的天空 我们的围龙乐会 其实这一次你们来是非常特别的 其实我们还有一组嘉宾 首先她是一个女歌手 我说一个词 你们马上就能想到她 看看你们真的跟她有没有缘分 好 摇滚 我知道 你说吧 因为我之前喜欢Beyond 然后开始慢慢地就听乐队比较多 其实那个时候 中国有一个摇滚乐队很有名 那个乐队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品 叫《无法逃脱》 对 指南针乐队 是吧 然后后面就女主唱加进来以后 就是变成了像你说的很 罗琪 对 罗琪老师 我猜到了 我现在告诉你们 我们就带着你们一块去见她 好不好 一起去聊一聊 好吗 好啊 走 出发 我们要不要给她打包一点海鲜 来谈就行了 这个建议不错 带着南针北战去见罗琪 其实我挺担忧的 她没有合作过 也不认识 而且两种风格也不一样 年代也差了三十年 她们到底聊什么 她们会不会喜欢对方 我带着很多的疑问和忐忑 我们去见面了 都是我们多月流行 要么咱们再探索一下其他可能性 那你先给我来个节奏 这个好 三位老师 你们唱得好棒啊 能不能教我唱两句 不 我觉得我还是蛮有天分的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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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你们肯定是要这个 五粮人家 点滴 接温暖 怎么样 说什么 对 五粮人家 点滴 接温暖 来 这几位 南征北战 齐恢 而且是像拜年一样 你看 还拎了大礼包 冰起来的你看 谢谢 这个是一个爵士鼓 为什么送这个 因为我知道齐姐的宝宝四岁 而且我觉得给她送一个鼓 也是为了延续一个对音乐的 来 坐下 谢谢 请坐 会拿回去给她打吗 会 而且她超喜欢 她正好在学打鼓 你看 这几个图 很好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场维路会特别精彩 是音乐太不一样了 而且会碰撞出火花 我们要好好的去准备 要呈现一种两代音乐人 有不同的 但是有同样的一种精神给大家 我们要不先把歌单选一下好不好 我觉得应该都要演唱自己的代表作 对不对 我选的是随心所欲 随心所欲 我觉得没有问题 随心所欲 你肯定要的 我觉得大家认可度最高了 看看齐姐认不认可 《我的天空》 那当然了 这个没有问题 当然了 《我的天空》 有没有可能 有合作的可能性 就是我们更希望的 对 我们近期有一首作品 口碑还不错 然后也比较符合今天 维路音乐会跟齐姐这个见面 对 叫《最美的期待》 我喜欢这个歌 最美的期待 我喜欢这个名字 所以 这本身不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 对吧 本身不是 不是 对 对 那调怎么办呢 那齐姐就翻包 但是我们把它做成一个 比较有点 不一样的 OK吗 OK啊 真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挑战吧 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期待一下 对 期待一下 齐姐要不再提一首歌吧 这么多的好作品中 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 这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选一首 《生来倔强》 生来倔强 生来倔强 好的 有个性 我们这场维路音乐会 一定会唱点成功的 对 接下来 我们有一个礼品要送给大家 来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拿上来 好像红酒盒 对 这里边装了一片 我看见了麦克风 首先比这个麦克风更重要的是这个 是我们这一期维路音乐会的 总导演证 因为我们的惯例是每一次的嘉宾是总导演 你可以把控现场的灯光音响 对 所以这个给到齐姐做本场的总导演 你们同不同意 同意 同意 谢谢 所以你不客气一下吗 没有 其实我想把这个机会 让给年轻人 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 加油 谢谢 谢谢 然后那个明天倒的时候给点面子 来 好 出发吧 走 加油 跟洛琪老师的合作 我们这种心脑碰撞的东西 我觉得没有问题 因为音乐大家都是共通的 不管是哪一代的艺术家 大家都是可以互相用音乐去交流 而没有什么时间或者年龄的界限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跟洛琪老师的合作 让我们非常的开心 大家好 我们是南疆北战NZPC 韦炉音乐会 我们来啦 嗨 今天呢 我是 总导演 压力有点大 有点紧张 所以今天还穿了一件我偶像的T恤 来给我自己打气 MJ上身 我们三个的习惯就是 谁如果说在这段主要表现可能会晃卫到中间 希望尤其是我希望孙英老师给我的景别显瘦一点 然后还有两个 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总导演我提一提 把空调再调高一点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好 谢谢大家 你可以 加油 加油 这骨的分开 在哪里是心脉 不用再徘徊 不用再徘徊 假使我最迷 对 你转调的那块 转调的那块 你让个精气跟着一块 爱 怎么能心脉 一直抓着等待 那几句高音怎么办 关键那个 它不是一个转调 对 不是高的问题 是那个 所以 忽然一下 那个爱 对 那个爱我怕我找不着 这首歌实际上是F调 琪姐最擅长的 觉得这首歌比较擅长C调 那么C调跟F调 差一个唇词度嘛 然后有个音乐总监 跟乐乐老师都去讨论这个事 你就是我最美的期待 我拥抱着爱 这个 我找不到 我待会儿让键盘给一个 给一个鼠笔吧 我觉得会好一些 但是您进的点 就对 第二拍就算是进的 但是那个爱 我怕我找不到 你就是爱进就行 真的行 真的 我拥抱着爱 直接来就行 那我能休息五分钟吗 好 十分钟我就行 那就算了 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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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拥抱着爱 要是 我拥抱着爱 不远不回 拥抱着爱 从梦中醒来 就是就那块 行了吗 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那怎么能就这样 收工 他们合唱的时候 是出了一些磨合上的问题 包括声部啊 会发现 感觉声音不对 不在一个这个和声上面 谁都不知道 到演出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真的 就合到一起 然后发挥出这种 最好的一个状态 我们的各个部门 都已经准备好了 其实这一期的嘉宾 他们其实没有打过什么交道 而且来自不同的时代 音乐风格也不一样 但是他们都有着一种 简单的 质朴的 对音乐的一种倔强的坚持 今天晚上的这场维音乐会 将非常的特别 我相信将有很多的火花 就在这个舞台上 被摩擦出来 华语乐坛四十年 两代音乐人风云际会 跨代惊喜 等你来听 那个九年半前 我们跟罗杰老师擦肩而过 唯如音乐会 总会有首歌 温暖你世界 10多多 相比之好 回忆时的准备 演唱片 演唱片 音乐 演唱片 演唱会 哲音乐 演唱片 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na new life 再见我的眼泪 跌倒和失败 再见那个年少 轻狂的时代 再见我的烦恼 不再孤单 在這我的腦袋不在空間 I don't wanna say hello hello What do we like hello hello 在我心裡變 Try the world baby 就像我還有夢 也為你而感動 Try to leave me like you 就在我的心裡變 就像我還有夢 就一看到彩虹 在我的天空 說著和離別不過是生命中的點綴 過了多年我才讀懂了家人的眼淚 發生原來自己沒有說再見的勇氣 離別的傷惡感染了漫長的空氣 失去後才知道那些有多麼的珍貴 親愛的朋友們是否已經暫時紛飛 無非能告訴他們開過自己的視野 依舊長大了快告訴他們世界 外面的世界上翻著強大者的磁場 誘惑著每一雙即將張開的翅膀 熱烈的火在懵懂從雄猛的燃燒 美麗的喉花在戀人的周圍困擾 這過程很美儘管有無奈和失落 刻骨銘心的愛風 今晚來的並不是我 如果沒有離別如何就未成熟 打擊了如果沒有跌倒如何能夠撐回 我怕你一遍 所有的朋友會一遍 至少我還有夢 也為你而感動 原來你的心眼 就在我的心裡面 只有我還有夢 就會看到彩虹 在我的天空 在我的天空 一句說Hello Hello 好嗎 Hello Hello 是誰在被我等待 Hello Hello 在那神秘的未來 Hello Hello 找到属於我的愛 Hello Hello This my new light Hello Hello 是誰在被我等待 Hello Hello 在那神秘的未來 HELLO HELLO 中道屬於我的 HELLO HELLO This is my true 在我前的黑夜 所有的快樂歸滅 只要我還有夢 也為你而感動 Gonna leave me a cheat down 就在我的生命一面 只要我還有夢 就會看到我還我 Gonna leave me a cheat down 只要我還有夢 也為你而感動 Gonna leave me a cheat down 就在我的生命一面 只要我還有夢 就會看到彩虹 在我的天空 Gonna leave me a cheat down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們是南征北戰 NCBC 我是天陽 我是趙晨龍 大家可以叫我龍龍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南征北戰的霓城 OK 今天很高興能夠來到 圍爐音樂會 真的很榮幸能夠來參加這個 很棒 這麼 舞台這麼美 然後有這麼多棒的樂手的一個音樂會 可是重點的是觀眾這麼熱情 對 剛才這首歌 大家熟悉嗎 好 那我們就接著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們的作品 好嗎 你們想聽什麼歌 好多啊 好多 對 沒關係 其實下面這首歌也是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 而且我覺得大家聽了這首歌以後可以把這首歌套在自己身上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為自己驕傲 那說來 咱們就來 驕傲的少年送給你們 在一開始 當初我還是 一個天真 而又愛哭的孩子 十年之後 終於才明白 只要全力一赴就無所謂失敗 轉眼間 一切都已改變 新的起點 新的世界 就在眼前 受過傷 也流過了眼淚 為了夢想瘋狂 這一次又怎樣 奔跑的 驕傲的少年 年輕的心裡面 世界裡的信念 奔跑的 驕傲的熱血 生意的勾問再想一遍 啊 啊 啊 耶 Come on 如今我長大大發 充滿正能量 學會了堅強地面對生命的真相 成功和失敗 不是用結果去衡量 處長和破難只會讓我變得更強 將生活虛弱和嘲笑哪又怎樣 勝利的使命仍然背負在我身上 賢輕的旋律多麼自由而奔放 放飛的旋律多麼大聲唱 也記得 總想要去飛 就算滿身傷痕也不曾忽悔 無人可猜 依然在期待 雨後的彩虹它是那樣的精彩 受過傷 受過了傷 也流過了眼淚 流過眼淚 為了夢想 這一次哪有怎樣 calls 哪有 ξ還 他竟然 每年都有一天 他竟然 也不為了 擔心 male 花五 老大 雨 awhile icion 骄傲的双脸 骄傲的笑脸 年轻的心里面 年轻的心里面 是坚定的心里面 骄傲的笑脸 骄傲的笑脸 生命的狗 我再唱一遍 生命的狗 我再唱一遍 这首歌是给电影里的 几个主演定制的 当时说要给他们唱 跟人家已经签好了合同 然后最后制片方跟我说 我不想用你了 然后我们就把这首歌录掉了 然后也很开心 这首歌也是自己 他就长腿走了 很多人都喜欢都在唱 那个时候很多人 就是问你一句话 他说南正美战 为什么总是歌火人不火 实在地跟大家说 我觉得这个质疑 我觉得他的价值观就不对 人怎么能鲜火呢 你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但是现在蛮多呢 我们做好自己的 我们只说我们 对 那我们肯定是从歌 大家喜欢听 然后才知道我们的人 可能这是一线一后嘛 对 对 这是我当时内心想的 好 那么分享到现在了 接下来也想传达一首歌 然后给大家 刚才我听到前排的美女说 她想听什么歌来着 我记得 生来就这样 对 生来就这样 送给大家 好 好 有一种理想 照亮了迷茫 在那什么荣耀的地方 当年熟悉的旋律向前 二手听雄仰望那些艳的旗帜阳 既在那见乎临时 你我混乱与故 呼出关 就不普通宇宙 这家对白 正是临时勇敢面对未来 期盼着英雄们平安的归来 生活妥协 打过尊严 破终心灾 又不让步 没退离物不容器材 我不再是从前能把手进入的模样 坚异的心和脚步没有谁能够阻挡 我不在乎别人是否对我嘲笑 即使曾经我也是那样的渺小 这么波浪就像踏步在长城的路上 深夜抗围这片大地里剪斑的目光 我被拨得出国 感到骄傲 就让母亲忘记自由的票 一种力量 不能能抵挡 他永不愿摆 算了决策 有一种理想 照亮了迷茫 在我身感最好的地方 因为我是这个国家的尽量 且新的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经历了平均后落后也成一无所有 一无放空不然水有多少山也多到 明镜就在其中关前被的路途 正清平换起明镜前被的付出 不要那么随见面就不做天行 我被沉默了翻山的长半年 我的几岸先停 经过了多年的梦恋 告别了昨天 盛开了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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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开了国阳 钢尽个天空刷 尽能记录 起来和赛在所 为人的艺术 别人决定 一生难以大不可能的 表达的可能 这个世界的门 这个每个人 这个每个人 结果随便当代的更新的车站 整个波浪就像逃过在长城的路上 深夜抗围这片大地里剪斑的目光 我被拨得出国 感到骄傲 就让无心目击自由的票 有一种力量 不能能抵挡 他永不愿摆散的倔强 有一种理想 照亮的迷茫 在那什么荣耀的地方 有一种力量 谢谢 那么下面这首歌多说一下 好好介绍一下 因为这首歌不是 今天不是由三个人来唱 对 是跟大家一起唱吗 还是怎么样 大家也要一起唱 但是我们还是要 跟大家介绍一个我们的朋友 也是我们的前辈吧 对 对 因为今天我们邀请他来 跟我们一起合唱这首歌 也是能够 希望我们能从他身上学习一些 对音乐的坚持还有努力 所以我们邀请我们的前辈 罗琪姐姐上场 票 姐姐 很高兴在维罗饮演员会跟你们见面 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和非常优秀的南征北站在一起 有一个合作的机会 其实呢 我们在将近十年前 那个九年半前 我们跟罗杰老师擦肩而过 但真的没想到今天 大家一起就是站在了座里 对 那个时候呢 我跟龙哥啊 两个人喜欢做音乐 然后就是玩音乐就想去演 然后就跑到一个 原创摇滚比赛上去玩去了 但是重点是当时 罗杰老师 就是当时比赛的评委 以及嘉宾 对 那个时候我们就擦肩而过 对 我们讲的都是真实的事 然后现在就想 想问一下齐姐 我们一起 可以 唱一首什么歌 对 我最喜欢你们的一首歌是叫 最美的期待 谢谢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 好吗 让我们都有一个最美最美的期待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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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擁抱着爱 等着梦中醒来 你执着的等待 却不曾离开 舍不得分开 再每一次醒来 不用再徘徊 你就是我最美的期待 Oh baby baby 你就是我最美的期待 你就是我最美的期待 谢谢 谢谢 真的是很不一样这个版本 大家喜欢吗 喜欢 好 既然大家这么喜欢 这个不一样的这个版本 那我们刚才也唱了那么多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把舞台交给我们的期节 好吗 好 大家最大的欢呼声 欢迎罗琪 谢谢 加油 谢谢弟弟 谢谢 那我还是给大家 先带来一首老歌 随心所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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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快乐就是别人 跟不上你的节奏 烦恼要求早已远远 在你身后 所有的机会都不需要小心翼翼再去强敲 好 记住你年轻就是一切 从来潇洒金钱风流 你的爱情从不需要天长和地久 你的决定从不需要任何理由 未来潇洒的天空为你开放心愿就在你的时钟 记住你年轻就是一切 总该交洒金钱风流 日子长呀嘛 长要长呀嘛 谁说还能够穿搁你的翅膀 在你的世界里随心所欲 别去你回漫天的无聊话题 在你的世界里随心所欲 只要你能画出一个最好自己 在你的工程里随心所欲 快来加入自由自在的一场游戏 在你的工程里随心所欲 一生是轻松的欢喜 不留下一点点痕迹 《非你》 《非你》 最好自己的编程 你的编程 在你的世界里随心所欲 月距离回漫天的无聊话题 在你的世界里随心所欲 只要你能画出一个最好自己 在你的幻想里随心所欲 放在假如自由自在的一场游戏 在你的幻想里随心所欲 一生是完整的关系 现在就睡心所欲 谢谢 我们坐在底下 我比较关注的就是 洛西老师在台上 他一个人就坐在那么压台 这种压台 我们唱的我觉得是压不住的 谢谢大家 那下面这首歌 我想唱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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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 你 我的心不用双手也能享用 如果有一天我迷失风雨中 我知道你会陪我聊香之后 也許我們的世界 總就有一點不同 可是我知道你將會陪我在風雨中 請你為我 再將雙手舞動 我會知道 你在那個角落 看流星沖沖 願我們投降光落 願我們的風 永不破空 請你為我 再將雙手舞動 就讓我們 把愛留在心中 也許有一天我老的不能超越走不多 我也將為你 塞上最真實的笑容 感謝你和我 歡樂旅行 感謝天 我的心 有你能懂 感謝在淚光中 我們還能擁有笑容 雖然在此刻 我們必須暫時舞蹈珍重 請你為我 再將雙手舞動 就讓我靠 你在那個角落 попроб 安人生蔥蔥蔥错 愛人生匆匆 願我們通今 鄉官網 愿我們 的夢 永不破空 請你為我 再將雙手舞動 我魂魯魂把愛留在心中 也許有一天我老了不能長也走不動 我也將唯一獻上最真實的笑容 我也將唯一獻上最真實的笑容 詞曲 李宗盛 最真正的笑容 謝謝你們 我們今天這一場維路夜會 本來是總導演 是頒發給由琪姐來擔任的 但是她想把機會給年輕人 所以我們的廷陽 就成了這場演唱會的總導演 你現在有沒有後悔 不會 不會是嗎 因為他們是新人 應該給他們機會吧 我覺得 而且我覺得他們應該 比我做得更好 今天的維路夜會真的是太燃了 對不對 真的是熱血沸騰 酣暢淋漓 同時每一首歌都特別地昂揚向上 真的 我在下面也是跟著一起 全場大合唱 話都快說不出來了 太棒了 今天 謝謝 很多人說華語原唱樂壇 現在是一個比較不好的時代 遇到很多的困難 但是我看了今天這一場 我是信心滿滿 從一個三十多年前入行的 大家都可以叫是搖滾老炮 這樣的一個非常偉大的歌手 他在台上能夠動容 一直到三十年以後 剛剛被大家所喜愛的南征北戰 他們可以從祖國的南北走到一起 經歷了很多的挫折 為了音樂夢想都堅持 我覺得我們的華語原唱音樂 會越來越棒的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剛才的《遺珠之汗》這首歌曲 能不能夠在我們 維如音樂會的舞台上 成功點亮呢 能不能夠有超過現場 百分之六十的心動值呢 我們現在一同來揭曉 有請羅琪 有請南征北戰為維如音樂會 留下手磨 我們要看能否超過百分之六十的心動值十二十 南征北戰加油 加油 點亮成功 好 百分之八十六的觀眾 我們要好好的謝謝現場的觀眾 謝謝你們對這首歌的支持 有請羅琪 有請南征北戰為維如音樂會 留下手磨 感覺要維如音樂會 給你 要維如音樂會 就為看大彩虹 首先我们看到了南中北战 对音乐的野心 和他们对未来的美好的向往 但是我更惊喜的是看到了一个 大家称为摇滚老炮的 中国第一摇滚女生 有对音乐梦想的坚持 我觉得她是非常优秀 很真诚的小孩 某一些方面可能 他们比我还成熟 她已经走了今天这个样子 她仍然在认真的准备 自己的东西 没有说就是带卖音乐 或者什么样 而且在舞台上 她的那种气场 那种台风 她非常觉得我们这些 小店的学习 也为你耳朵懂 唯独音乐会 总会有首歌 温暖你世界 谢谢罗琪 谢谢南中北战 我们后会有期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에요 谢谢 Woo!